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朝鮮半島的局勢轉趨緊張 兩韓之間的關係突然急轉直 在9號的時候 朝鮮忽然單方面關閉了跟韓國 每一天恆常溝通的管道 即是不聽電話 美國國務院對朝鮮的舉措感到失望 而且還說到 說朝鮮改善人權問題 是美朝兩國關係的重點 但是朝鮮作出了非常強硬的回應 朝鮮外務省北美事務局局長權政根 透過朝鮮的官媒朝中社發表了一篇聲明 他說對於美國這種兩面作風感到不洩 當朝鮮關係出現改善的時候 美國竟然刻意阻止發展 這位權政根就說 華盛頓的作為 完全是出於美國利益 他還警告 美國如果想總統大選能夠成功舉行的話 就應該保持沉默和閉嘴 否則就會遭遇到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 實情這件事件的緣起 由於 在韓國 有一群脫北者的組織 在朝韓邊界 利用一些 無人飛機 即是遙控機 飛到朝鮮的境內 散發一些反金正恩的宣傳單張 於是朝鮮利用這個藉口 關閉了兩韓之間的溝通管道 實情這個時間點是非常敏感 以及與港版國安法的出台 是太過吻合 老實說 之前大家如果有留意到的話 都知道 在朝韓邊界的樹 曾經兩方面的軍人擦槍走火 曾經甚至遭到聯合國警告 說兩方面都有錯 叫他們不要再搞下去 好了 在那時候擦槍走火那麼嚴重 在邊界的樹 竟然都沒有關閉溝通管道 但是就說你去散發那些什麼 傳單 就要關閉熱線 這個擺明就是藉口 是不是 派傳單難度比擦槍走火還要開戰 而且自從金正恩上台以來 他都沒有試過用這麼強硬的措詞 去批判美國 甚至在他上任期間 曾經兩度跟特朗普見面 召開了歷史性 美國和朝鮮領導人的會面 當然在第二次之後 就有一點點不歡而散 因為談不完 朝鮮想美國 首先解除了制裁 然後他才放棄核武 但是美國就想反過來 想你先解除核武器 然後才解除制裁 在關節眼上 談不完 於是到後期 其實有一點點 不愉快 但永遠走到這一步 是不是 忽然之間 叫人家收聲 否則會影響到總統大選 這當然是動客 大家都知道 其實朝鮮可以做到什麼 當然這個很大機會純粹是打嘴炮 無非就作表態出來 告訴你對你是非常強硬 但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上 突然之間對美國和韓國 會有這種態度 似乎很明顯是因為 中美關係日吹緊張的情況下 使得朝鮮 就是要代出頭作出這些表態 否則也很難解釋 派傳單有什麼大不了 何況這些傳單 是不是近來這個星期才派呢 還是已經派了很久 一直都雙安無事 當你在那裡傻佬 然後現在就拿來做藉口 而且美國只不過是國務院發表了一篇 很溫和的回應 這樣就已經是說 要出現這些動客的情況 故此很明顯 朝鮮這種發聲 並不是為了他自己 到底為了誰呢 很明顯就是為了中國來講話 朝鮮其實就是 在全球那麼多國家當中 是中國唯一的鐵血同盟 其他那些 說就說支持中國 說就說支持什麼 一國兩制 港版國安法 什麼都說得出 要他說就怎樣都可以 說而已 不需要實際有什麼支持 口頭支持 何樂而不為 最重要是可以保持 和你中國之間的經貿關係 可以繼續在你中國賺錢 可以繼續在你中國撈取利益 他說支持什麼都沒有問題 更何況 伊朗當初就說支持 之前你說港版國安法 支持你一國兩制 支持什麼支持什麼 到現在他不一樣 自行給聯合國 叫聯合國促請美國 去解除 對伊朗的制裁 伊朗都不會 幫你中國手 幫你中國口 不是幫你中國手 去批判美國 因為他要解除制裁 他有求 所以 唯一一個肯幫中國 以一個這麼嚴厲的措辭 去反擊美國 只有朝鮮 故此我的研判就是 朝鮮今次對美和對韓 作出了這麼強硬的反應 並不是單純是他自身的考量 而且還滲集了一些中國因素 至於南韓方面 為什麼他們會取締 所謂脫北者組織 我又覺得是無可奈何的 當然 文在寅政府他一直給人的感覺 都是很軟弱的 又怕得罪中國 又怕得罪美國 現在就給人一個感覺 好像向朝鮮跪低了 你還怕得罪金正恩 當然很多報導都說 今次這個政治操作 並非金正恩去做 就是由金正恩的妹妹 金宇正負責去做 即是對外關係 是否這樣一回事 就有待來證實 因為始終朝鮮來說 實在是太過封閉 沒有人能夠確認得到 這些消息 除非官方的媒體 告訴你 就算是金正恩也好 金宇正也好 始終文在寅政府給人的感覺 就是軟弱 朝鮮批評你的脫北者組織 在朝韓邊境 派發反金正恩的傳單 你就去取締 如果下次他又說另一件事 你豈不是又要再跪下 但是我又覺得文在寅 都是無可奈何的 我不是說要幫他說話 而是 既然之間 擺明知道朝鮮是拿這件事作為藉口 擦槍走火 他都沒有說要關閉那個熱線 當然後來打通 現在是 但是一度打不通 擺明就是拿這個派傳單作為藉口 既然你明知道他作為藉口 那就先壓住了他 暫時不要派遲 因為文在寅政府他都會有一個考慮的 就是朝鮮會不會借著這個藉口 搞下搞下就變成了爆發熱戰 你豈不是他會借這件事來發難 如果會的話 朝鮮半島就很冤枉 明明整個大背景就是 中美兩國在展開一個新冷戰 但是爆發熱戰的導火線又去了 朝鮮半島那裡 自己租養 他當然不肯 所以拖得多久就得多久 盡量如果不是朝鮮那些 要求是太過難去滿足 或者是太過離譜的話 他都嘗試去滿足 現在說取體這兩個組織 其實他在國內都面對著一些訴訟 在國內都面對著反對聲音 但是 我又會理解得到 他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就是不想令到 韓國是遭殃 因為他基本上是一個軟弱的人 在外交上 中美兩個大國走去夾他 他就好像顯得兩邊不是人 他也不想站在其中一邊 得罪另一邊 故此就算特朗普早前邀請他 去出席G7峰會也好 他也想了一大輪之後 才決定參與 實情 能夠邀請得到你去參與G7峰會 就是羽有榮煙 對不對 但是他也說怕得罪中國 所以 想了很久才拍板 說他出席 而且 他在對香港的問題上 當然 他所說的話 就比起日本的首相安倍晉三的措辭 更加來得溫和 他不是說可能不想說 因為他怕得罪大陸 就是這個原因 至於日本那邊就已經是共同社的誤報 因為現在日本方面都已經說明了 是會通過G7這個平台 發表一個聯合聲明 就是七大工業國的首相 都會簽署的 對於香港這個問題 是有一個說法的 至於最後就想說下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 加拿大外長雙鵬飛 他就被傳媒踢爆了 原來在2009年和2013年的時候 分別在倫敦買了兩間公寓 而當時 他竟然是從中國銀行的數 借了兩筆 為期三十年的貸款 這時候當然 給人一種感覺是 瓜田里夏 當然 雙鵬飛 他就有簽署五眼聯盟 對香港 這個問題的 聯合聲明 但是加拿大政府 長久以來 好像都很立落 到底跟他這件事有沒有關係 難怪在加拿大國內 他是遭到反對黨的質疑 因為當牽涉到一些 金錢利益的東西 就很難免令人有所聯想 尤其是做到那麼高階位的內閣成員 一定就是要以身作則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